7月18日下午 由安徽省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红色敬意宣传画展 在安徽合肥开幕 此次领选的近白府作品 是收藏者高伟 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宣传画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想 这个共产党 解放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站起来 然后带领着中国人民 从50年代那会贫穷落后 一穷二百发展到今天 我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对对 通过这个 还能够感受到这些 高伟从上世纪80年代 开始收藏宣传画 经过30年的整理 目前他共收集了年画 宣传画 共3000余章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 逐渐兴起的一种 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 宣传画记录了不同的历史时代 和社会变迁 生动描绘了新中国老百姓的 纯厚民风与精神天地 也展示了人民大众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这些画一般都是在我爷爷奶家 就是小时候我容易看到 然后现在长大了 在家里这些画都消失了 然后现在看起来 就说新人们在那个时代 活得还是比较开心的 虽然说物质生活跟不上 但是精神面貌什么的 都非常荣光焕发 我会觉得第一个很亲切 然后回到了我父母的那个时代 然后这些画面上很多的场景 是我小时候奶奶家都会有的 我现在带着孩子过来 让她重新学习一下 然后也让她去了解一下 过去那个年代的事情 如今时过境迁 虽然宣传画已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但里面蕴含的个人情怀 和时代变革 曾经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那些励志的故事和英雄人物 更是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人们 不断前行 我们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服务单位 也承担着社会教育的职能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红色宣传画的展览 能够对我们的市民 对我们的读者朋友们 宣传我们国家成立70周年以来的光辉历程 铭记那些伟大的领袖和英雄人物 劳动模范 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主要是想起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教育的作用